我又出新書了 謝謝大家上架第一天5月9號 我們就是伯克萊第一名 前幾天是伯克萊電子版的第19名 果然我的旁邊 總是會放一些很清涼跟性感的 第20名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美麗的女生 她派的寫真書 我覺得不管是我的書或者是她的書 都是對身心理有幫助的書 請大家支持一下 繼續支持 好大家好 國立5月19就會開始進入了農曆的4月 開始進入農曆的4月 很多同學會問 或者很多網友大家都會問說 到底我們應該要看本命盤 還是應該要看是留月 其實兩個都可以看 很多人他是沒有經過完整的抖書訓練的 只想要稍微了解一下這個月的運勢 基本上你看你自己的本命應該也可以 如果你會算留月那就看留月 會算留年看留年也可以 那實際上當然看留年或留月的準確度會更高 怎麼找留年跟留月呢 我們在那個頻道其他的影片裡面也有介紹 大家可以回去找這樣子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本盤也OK啦 進入到4月 進入到4月 還在上一支影片我們所講到的 他還在這個聚門化金跟太陰化錄 那今年比較特別的點呢 會是在一件事情上 就是我們前面的幾個月運 我們也有提到過 今年是一個容易出車禍的年 各種各種的那個車禍 那聚門星本來就是車禍的星耀 天祥星也是車禍的星耀 尤其當上個月他在聚門的聚門化劑的時候呢 當然這個跡象就會變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今年大家出門騎車 或是過街口的時候呢 都要小心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破均化錄 那破均對公一定是天象星 天象在地理位置上面會代表了 各種的這種交通的主要的要道 以及主幹道跟這種覆幹道之間 這種交接電 天象星會代表這個 所以你看他最近出的意外 大概都在這個事情上面 那你說老師那這個跟破均化錄有什麼關係 因為天象星一定在破均的對面 他天象星只要產生化劑 或天象星只要產生有下星了 他就去影響到對公的這個破均性 那破均性是破號之後產生多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在車禍之後你可能會多了賠償金 你可能會多了一些什麼事情 看在哪一個公位 那所以呢他會去影響到他 這我們常說的公位你要看對公 不可能只看自己那個公位 所以當破均性在出現四化的時候 同步就要去看看那個天象星 他會什麼樣的狀況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破均性 在出問題的時候 他都會出車禍 要看你要再拿一個公位 所以今年只要你的命籤 副級子田 這些公位裡面有破均化錄 或者是有天象 然後那個你是更年生有化劑的 或者是本來就有煞星在裡面的 都需要小心 你今年就容易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車關啊車禍啊等等的 那如果像很嚴重的那些呢 可能盤石的情況就會更複雜 但至少每個人今年 如果你自己在本命有這樣的狀況 或是你有碰到這樣的流月 或是你流年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都會建議大家今年啊 出門在外騎車小心一點 晚上啊車不要開太快 要出遠門的時候呢 可以去那個大的廟 求一個護身符 因為還在巨門化劑的情況之下 那巨門當然是車禍的新藥 所以說只要是巨門對公有天積的 巨門跟天積同工的 也都需要擔心這些事情 這個時間呢 從19號會一路走到6月6號的時候 會到5月 上個月還有一些很特別的事情就是啊 這個月會有很多這種KOL人設崩壞掉 那這也是很多網友啊 那個有來問我們說 那這個是不是有什麼樣的情況去影響到他 這個當然是因為今年是破均化路 破壞之後而有新的現象會出現 大家去看 這一些本來我們覺得很好的人設的這些KOL 當他崩壞之後 其實勢必有另外一群人因此而得到利益 這邊的崩壞在這邊得到利益 這個也是破均既有的現象 破均化路然後去補那個貪囊化劑 那會有新的變化會出現 那當然這中間會有很多口舌的紛爭 通常我們在抓這些事件點 或是我們在幫人家看盤的時候 也會是這樣子抓的 就是今年是這樣的跡象 然後你今年在幾月會應而應期 會碰到什麼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發現的 會很多就在這個月 因為聚文化劑很多產生口舌的紛爭 但是就我們之前有講過 四化他一定是連動的 所以說這個聚文化劑會連帶的 待到下個月 就是其中就是四月 但四月在前半個還是定四月 當然會走到6月6號的時候 會在午五月這邊 連帶的待到下個月的這個 走午的時候會天際化劑 會產生一些變化會出現 那這邊人生有這麼多的變化 我們常常會需要一個好的聚文老師 或是一個好的命理師來陪伴給大家 但是你不知道要去找誰 你不想說你適合的到底是催眠 是塔羅還是紫薇還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也許想要多了解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這個聚文試劑 今年的聚文試劑會在六月份 當你在天際化劑走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的聚文試劑就會剛好開幕了 時間是6月16號 會在台北101旁邊的四四南村 聚集了百多位的各生性能的老師 讓大家免費的提供資訊 來幫助你找到人生的方向 或幫助你更了解 什麼樣的生性能工具 可以幫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 記得歡迎大家參加 講回來月運的部分 所以重點在這個走悟的地方 悟的四化是 貪狼化鹿、貪因化權、幼壁化科、天際化劑 看到幼壁化科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又是一個很容易 所以老公如果常常不讓你看手機 最近變得特別帥 你就應該要懷疑他 他這個月是不是有點小問題 但是因為這是月的幼壁 所以通常這個等級 除非他年裡面有這個等級 他年有這樣的狀況 或是大運有這樣的狀況 否則他如果只是月 通常這個就是想打小鬧 小小的曖昧而已 也不用太擔心 不過在對應到整個環境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個月份 又可以聽到政治人物 跟知名飲食圈人物 應該又會有這一種 感情外遇的跡象會上媒體 再來 我們常常講 入隨既走 貪狼化入謀 要來補天際化劑 跟隨著上個月 有很多很多的 不管在政局上面很紛爭 然後飲食圈裡面也有一些紛爭 但在這個月其實會拉到最高峰 也就是說在這個月在政壇上面 我們會更清楚的知道說 所有的政局上 年底要選舉的時候 大家各三頭大概是誰了 現在來講這個幾乎都已經不算預言了 大概都可以知道是誰了 影片出來之後應該他這個時候就確定了 或者是影片出來之後應該就會確定了 對應著天際化劑 叫做聰明反背聰明物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 已經訂好的總統候選人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在影片播這段時間 還在大家瞧看看 或者怎麼樣的時候 這一組人在沒有被選上的那幾個 他應該就會開始出現那種機關算盡 然後到處想辦法做亂的這種狀況 因為他要去用他的慾望去填補他那個 聰明反背聰明物機關算盡的這個心情 但是在下半個月 在接下來一個月更精彩的 其實會是在影視圈 因為政治圈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也幾乎都可以知道說 大概就是誰要去選的 反而在影視圈這一邊 延續上個月的這一些各種人設崩壞 在下半個月會有更精彩的議題會被爆出來 包含以前曾經是有名的藝人 常常做KOL 然後可能帶貨 那這帶貨的過程中間 有一些不實的這種宣傳 應該下個月應該都會被爆出來 甚至有這種看起來很不錯的 這種好像夫妻檔也會被爆出來說 其實早就冒回勝利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都吃瓜群眾 所以下個月大家還有更多更多的新聞可以看 那對於自己來說呢 因為在天積化季的情況之下 所以這個月 4月一直到端午節前 會是個人自己在交通意外上的巔峰期 所以這個月呢 自己要千萬要小心 尤其你是天積星做命的做遷移的 做疾餓公的做子女公 天災公的會容易 或更加會容易有擦撞 然後手容易會碰撞 會一點點小受傷 只要這個天積星呢 在你的命公 千義公 官吳公 財布公 都要去注意 這個月你如果有打算要做什麼重大的決定 千萬都不要 因為這是一個 你自己容易啊 想太多做錯決定的月份 那如果是在夫妻公 仆義公 就是別人的公位 什麼父母公 兄弟公 這種人呢 要去注意到這個月啊 跟他們之間的關係 或許他對你做的事情 跟你對他的看法 可能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一樣的貪狼化路去補那個天積化劑 跟這些人 如果說你是在天積星在夫妻公的 那或許多帶另外一半出去玩 就可以解決這樣的狀況 打破那個彼此猜疑的這種跡象 這個月是貪狼化路 只要在你的命公 官吳公 財伯公的呢 這個月都算是運還不錯的人 你可以在這個月呢 多去涉略你想學的東西 多去接觸你一些新的事物 他會帶給你啊 很多新的想法跟人生的幫助 最後一項 太陰化圈 上個月啊 是太陰化路 這個月太陰化圈 那太陰化圈呢 是一種希望要有穩定感覺的一顆星藥 所以呢 當他在子女公舔在公的時候呢 你或許會想要買房子 或許想要看房子 但是今年的房價最快帶動 最慢在中秋後會比較大的跌幅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現在有想慢慢等到那個時候去 如果他在子女公舔在公 或許多跟家人陪伴 會是一個這個月比較好的 反正坐在家裡面 然後看看這些 政治上的內鬥啦 然後看這些影視新聞 大家一直在爆料啊 也頗好玩嘛對不對 如果是在官吳公或財伯公 這個月呢都表示說啊 你自己在工作以及在理財上面經濟經歷呢 會得到一點點回報 那如果是在夫妻公啦 蒲裔公啦 都要去注意啊 這個月你可能會做很多 但是卻被人家抱怨 這個月如果在蒲裔公上面 你如果想要為朋友幫忙什麼 或是在夫妻公上面 你想要多照顧你老公一下 建議啊都不要 放生他們就好了 以上啊是5月19號開始的這個 榮曆4月份 在走丁的時候呢 也就在6月6號之前呢 還是要去注意那個巨門化劑 那個車禍的問題 以及跟人相處之間的問題 然後到了5月的時候呢 如果說你有剛剛我們說的情況的話 這個月份啊 會有更明確的這個交通意外出現 也要注意在這個月份呢 不要因為那個天際化劑 讓自己做到一些奇怪的決定 好謝謝大家